5月15日7时18分,天文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这意味着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着陆火星取得成功。 在天文一号成功着陆的背后,有两支来自香港的科研团队做出的努力。 5月21号,记者从香港理工大学获悉,该校有两支跨学科科研团队参与了此次火星探测任务。 他们分别负责为火星着陆区进行地形测量和评估,以及落火状态监测相机及火星相机的研制工作。 其中,该校教授容启亮率领科研团队共同研发了此次搭载于火星探测系统上的关键仪器——火星相机。 你见到他需要的指标是很高的,例如他能够抵受6200G,即是6200倍的地心吸力的冲击, 这个很阔的镜头又没有变形,还有就是他无意设计,即是说他里面所有的零件是和他的机壳是一样的温度的, 很低的功耗,还有因为火星就是无大气的环境,所以他里面会需要自动调节。 荣启亮介绍说,火星上未知的环境对相机的研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不仅要确保相机在变化的新环境中顺畅运作,而且要控制相机的整体质量,可谓挑战巨大。 研发这个相机是有什么挑战呢? 第一件事,整个相机的重量是390克左右而已,这个镜头本身有9块玻璃在里面, 第一件事就是重量,那你要承受这个镜头的重量, 还要研究怎么样能够保持它不同温度的时间呢? 玻璃互相的距离,膨胀系数和收缩系数呢? 它不会使到你的影像模糊。 除火星相机的研发外,理工大学吴波教授团队主要负责天文一号着陆区的地形地貌分析和着陆点的评估选取。 我们利用天文一号高分相机的图像, 通过我们自己研发的这种人根智能的深度学习的算法来提取石块。 在我们整个着陆区范围里面,我们分析和提取了200多万个石块。 有些地方它的石块是分布非常密的。 你像这样的地方,我们是不希望着陆区去这个地方着陆的。 同样,撞击坑,基于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个人根智能的机器学习的算法, 在整个着陆区范围里面,我们分析和提出了67万多个撞击坑来分析它的密度。 最后我们把地形的坡度,撞击坑的密度,石块的分度,我们把它增合在一起。 那么对整个目标着陆区范围,70公里乘以180公里范围,我们来生成了一个风险指数图。 吴波介绍说,着陆点的选择并非一日之工,而需长时间的测算和评估。 其中,由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三维集成测量模型以及基于人工智能的深度学习算法等技术,为这一过程助力不少。 这个横色的14X是最开始选择的目标区域的中心点,后面我们发现这个中心点附近不是特别好。 那么我们就在整个区域来进行详细的测量与分析。 最后我们向航天五院建议了三个着陆椭园。 天文一号的任务管理团队就选择了16号椭园的中心点附近作为目标着陆点。 好,那么最后火星车着陆的地点就是在这个位置。 这个坐标就在我们选的16号椭园的中心点的附近。 据悉,香港理工大学此前已多次参与包括长俄五号探月工程在内的国家重大工程任务, 此后也将继续投入更多资源支持航天方面的科学技术研究。